在此街的内湖环保站 有一位陈阿慈师兄 做职工一年365天都不休息 前年因为肝炎接受治疗 才请假一年 即使体重少了20多公斤 还是把握机会做环保 因为这是他最开心的一件事 在这社区居民留在车上的回收物 阿慈师兄熟悉的将车开到内湖环保站 动作虽然缓慢但却坚定 二十多年来 他是天天都到环保站来值班 全年无休 只有在前年的六月 因为悉性肝炎 背部要请假休养 手都不去管 不但不去管 这些过来也常常常睡 睡瘫机也常常睡瘫酒也常常 睡这边也常常 结果必须要用平 即使应该要在家里好好休养 阿慈师兄还是会拖着瘦弱的身体 来走走看看 当时他的体重都掉了二十多公斤 让大家看得心疼 但也佩服 还有心安 经过这一年的治疗 现在的阿慈师兄气色红润 体重也慢慢恢复 受限于体力做的还是不比过去多 但走过病痛 他更珍惜每一刻能复出的当下 能做就是福 被大家称为内湖环保站土地工的阿慈师兄 要持续这份福气 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大约新闻 陈夏芬 零个一 台北报道